好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120伏特 600瓦的標示 請問你 電流多少 如果接120伏特 電流多少 你知道你會算著電阻跟內電流 對不起 內電阻跟電流 然後再來 用五分鐘消耗到多少能量 很簡單 小問題 好 我們前面就說過了 給我電壓 給我功率 讓我求電阻 對不對 對不對 啥公式啊 R跟V平方嘛 就都有對不對 有V嘛 有R嘛 就往裡面塞就好了 塞進去啊 來 就算出來了 24Ω 內電阻24Ω 好 先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 就接120伏特 正常使用 請問你電流多少 剛才講過了嘛 用原來給我 給我電壓 給我功率 要求電流什麼功勢啊 P的IV嘛 P的IV 那炎量都有 我們就往裡面塞就好了 塞 塞 塞 然後就知道 完美 這叫做 正常使用 完美 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再來就是5分鐘多少 什麼叫600瓦 每秒鐘600焦耳嘛 對不對 正常就會每秒鐘有600焦耳 那5分鐘呢 就乘時間嘛 我講過 如何求能量 功率乘時間 注意 時間單位叫做秒 然後所以就PT P等於T分之一就P等於PT T要用秒 5分鐘要換成秒 好 300秒 5乘以60 真真努力算18 動動動動 通常應該寫1.8乘以10的5次方 好 所以呢 這樣子就算完了 就算完了 這就是我們的地體時期 好 很簡單 就是代價公式就可以解決了 可以嗎 可以 接下來換就位 對 燈泡有55瓦 110伏特 接在110伏特上正常使用 請問你 電阻多少 電流多少 兩分鐘多少 跟剛才基本上完全 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通通都一樣 停車 戰界問 哇嘴嘞 來 第一小題 我們 請問你 電阻有多大 可愛 大帥哥或大美女 這個位叫做大美女 3號 3號 你答案多少 多少 20 220 220 請坐下 你答案叫做220 跟你講過的球電阻有功率有電壓球電阻公式叫做 P等於V平方除以R 往裡面塞 塞 算 就是數學 那小學就會的算數學啦 不會算的 去找小學老師跪就好了 然後就220 解決 請問你 電流多少勒 跟剛才一樣 電流無法追勒 電流有多大勒 現在換一位大帥哥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 欸 22 22 早上就問過你了 現在再問一次 0.25 我對你很失望 你這樣再也不會算 然後呢 就是 有V有P球 他就P等I V 然後就往裡面帶 簡單計算題 0.5安培 好 最後2分鐘耗能多少 2分鐘 能量多少 跟剛才一樣啊 跟他的例題是一樣的嘛 就是怎麼做咧 要注意時間要用秒鐘 可愛小女生叫做9號 9 多少 66 6600 你坐 答案6600 好啦 剛才跟你講過就是 1等於PT嘛 1等於PT 好 功率乘時間就是能量 然後要注意 時間要用秒做單位 所以就乘換成秒 2分鐘要乘60換成秒 就是認真努力算就算完了 所以就是我們的練習25 跟剛才的例題基本上完全 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小碼都完全一樣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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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